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石板现在在润剑期 石板的颜色恢复 既不消失也不苍白 石浆现象开始缓解 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 角膜的表面开始出现褶皱 可见弥漫性浑浊 但是依然可见到瞳孔 眼底有出血点 口唇轻子 应该是窒息的特征 夏姐 上队来了 来了 什么情况 死因应该是窒息 死亡时间不超过四十八小时 在那儿发现的 那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好 这儿 照片 母亲 Engineer 剩下 前洞 现在还没有 下期 我心里好 你会estra 死者的年龄应该是在三十六岁到三十八岁之间 皮肤保养得很好 所以死者生前家庭条件应该非常地好 死云呢 他的颈部肌肉有出血 舌骨骨折 颈部动脉 内膜破裂 所以综合以上分析 死者应该是被人用绳索之类勒住颈部窒息而死 我们在死者的支架里找到了残留的皮屑 和他脖子上的皮屑是一致的 所以现场遗留的东西并不是凶器 勒死他的应该是皮带 准确来说应该是小羊皮皮带 发现死者的时候穿着睡袍 没有内衣 下身赤裸 难道他有被性侵 他生前有过性生活 但是没有找到性侵的痕迹 还有抵抗痕迹 李飞同 你这儿呢 这是二十号晚上的监控 二十号晚上十一点四十分左右 一辆货车驶入 两男一女下车扛着衣柜走进树林 十一点五十二分左右 两男一女返回货车 货车向北行驶 建出监控范围 可以确定这辆货车吗 请技术科的人帮忙找到了车牌号 这是辆本地车 车主的名字叫李强 他是先客来宾馆的老板 这辆货车是他们运货用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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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